本章学习目标 建于二战中纳粹法西斯的种种骇人罪行 二战以后建立的联合国在一开始就将消除歧视 作为其首要的人权任务之一 为此联合国及其特别机构 如国际劳工组织等通过了一系列的人权宣言和条约 来防止和惩罚各种类型的歧视 在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 平等不歧视条款也占据核心地位 联合国内部还专门设立了防止歧视 和保护少数人小组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在建立初期 就开始对多种类型的歧视 如种族、宗教、性别等进行专门的研究 今天 平等和不歧视原则已是公认的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 所有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件 都含有关于此原则的条款 小知识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ICCP-2 第26条和欧洲人权公约 EC-H2 第14条的区别 这两个条款都是平等不歧视条款 但它们的适用范围有所不同 对初学人权法的人来说 比较容易造成混淆 ICCP-2 第26条 具有独立的地位 并非对第二条第二款的重复 第二条只是针对公约所保护的权利 而第26条所保护的平等权利 并不限于ICCP-2 所保护的实体权利 也适用于公约之外的其他权利 EC-H2第14条 则仅仅适用于本公约所保护的实体权利 但是欧洲人权公约第12条附加议定书 弥补了公约第14条的局限 将平等不歧视原则的适用 扩展到了法律保护的任何权利 案例 布洛克斯诉荷兰 本案是一个保护女性平等的社会权利的经典案例 本案涉及荷兰 关于社会保障权利的性别歧视 社会保障权利并不是ICCP-2所保护的权利 但公约第26条的平等不歧视原则 仍然适用本案 同样是这个案子 如果提交到欧洲人权法院则可能不被受理 因为欧洲人权公约第14条 并不保护社会保障权利 除非被诉的国家也批准了第12条附加议定书 平等不歧视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 平等和不歧视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平等的反面就是歧视 首先我们要厘清歧视在国际法上的概念 其次要了解歧视的性质与分类 第三 要了解歧视产生的几种常见的理由 最后要分清什么是歧视 什么是合理的区别对待 要了解平等不歧视原则的内容 首先就要先弄清楚歧视在国际法上的概念 即什么是歧视 歧视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 但要说清楚什么是歧视 恐怕就不容易了 有人认为歧视是一种态度和主观感受 比如农村人到了城市 有时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歧视 不被别人尊重 这是不是就是国际人权法所说的歧视呢 目前国际人权法并没有给歧视下一个一般性的定义 但是从格格公约 就其所规定的领域内的歧视下的定义 我们可以总结出歧视所具有的几个法律构成要件 歧视是一种区别对待 可以表现为对某一类人的排斥或优惠 比如雇主招聘时 对男性、白人、35岁以下应聘者的偏好 学校招生时对男生的优待 歧视也可表现为对某一群体的排斥 比如惨障人士、同性恋者等 或者对某一群体并不完全排斥 但却同工不同酬 近身无份 或只让其从事含金量较低的工作 而这类歧视最典型的受害者就是女性 歧视是出于各种不合理的理由 比如基于种族、性别、宗教、语言等原因 而进行区别对待 二战时纳粹对犹太民族的暴行 就是典型的种族歧视行为 而这些理由或者是个人无法改变的身份 比如种族、性别等 或者是个人最基本的选择 比如宗教信仰等 歧视具有损害性的目的或后果 比如因为歧视剥夺了就业机会 或者损害了其他权利的享有 因此 如果只是感觉到自己被歧视 但并没有产生或没有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损害 那也并不构成法律上的歧视 这一点对于寻求救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歧视案及性质可以做不同的分类 分类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歧视的性质 在遇到某个具体的歧视案例时 可以更加清晰地进行分析 歧视可以分为直接歧视和间接歧视 直接歧视比较好理解 是指对不同群体的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例如学校招聘声明 只招收男性 这就构成了对女性的直接歧视 而间接歧视 是指表面上一视同人 但实际上构成了对某个群体的不公平的区别对待 比如说学校只招聘1米70以上的教师 这个招聘表面上并没有性别歧视 但因为女性身高总体上低于男性 所以这个规定实际上会构成对女性的间接歧视 当然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对身高的限制如果没有合理的原因 也会构成基于身高的直接歧视 相对直接歧视而言 间接歧视更有隐蔽性 更难被发现和证明 飞骑士的另一面是平等 平等各以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 形式平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这个原则强调的是 法律对每个人的平等适用 而不管这个法律或者规则本身是否平等 形式平等只是规定了平等不歧视原则消极的一面 而积极的一面则要求实质的平等 也就是法律的平等保护 实质平等要求法律本身是平等和公平的 也就是法律必须能使处于弱势的群体或个人 得以和其他人一样平等的享受各种权利 这就需要法律规定一些对弱势群体的特别措施 或优惠政策 帮助他们享受平等权利 比如 美国为了纠正历史上对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歧视 对这些弱势群体进入大学实行配额制度 降低录取标准 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实质性的平等 我国也有一些类似的政策 比如针对残疾人的按比例就业制度 残疾人就业条例规定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 不得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 如果用人单位达不到这个比例 就需要交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这里我们先不讨论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 但这些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 或者实质上的平等 制度性歧视 制度性的歧视 主要指法律和政策本身含有歧视性规定 比如我国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的二元机制 导致不同户籍的人口所享有的 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质量差别巨大 制度性的歧视与观念引起的歧视 相比后果更直接、更严重 是首先需要消除的 但是观念引起的歧视 却很难在短时间里消除 需要全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 歧视通常是针对一个群体无法改变的特征 例如种族、肤色、性别、惨障等等 因为这些特质是人们自身所无法改变的 所以针对这些特征而进行区别对待就是不公平的 人权公约通常只是列举了一些常见的歧视理由 所以这只是一个不完全清单 歧视的理由可以是无穷尽的 下面介绍一些生活中常常出现的歧视的理由 每一种理由在国际人权法中都有一些代表性案例 通过这些案例 我们可以了解到歧视的多样性 以及国际人权机制是如何处理各种各样的歧视的 种族歧视和民族歧视可能是大家最熟悉的一种歧视 在各国的国内事件中 虽然很多国家的法律明令禁止种族歧视 但隐性的歧视还是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存在 尤其是在就业方面 种族歧视相比其他类型的歧视而言 更加臭名昭著 公众对此的认知程度也比较高 所以种族歧视在今天很少会以特别直白的方式出现 比如很难想象 在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的企业 会明确表示优先照顾百种人 这种歧视往往比较隐蔽 也很难找到相关证据 所以有的国家允许使用统计数据来判断是否存在歧视 也就是数据歧视 国际人权机构不法种族和民族歧视的案例 在提米歇夫诉俄罗斯一案中 申诉人处于车臣民族 无法通过俄罗斯的检查点 从而进入俄罗斯的一个共和国 因为士兵被预先告知 不能让车臣人进入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此案构成基于民族原因的歧视 因为其他族群并没有受到类似的对待 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在大多时候表现为对女性的歧视 但有时候也发生在男性身上 另外随着社会风俗的改变和社会容忍度的增加 现在针对性别歧视的保护 也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了对变性人群或异装爱好者的保护 比如在里沙德斯诉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长一案中 申诉人出生时是男性 通过变性手术成为女性 根据英国法律规定 男性65岁时可领退休金 而女性60岁就可以领 申诉人在60岁时申领退休金遭到政府拒绝 理由是在法律上申诉人仍然是男性 必须等到65岁才能领取退休金 欧洲法院判此案构成了对生活保障权利的性别歧视 在世界各国对女性的歧视都普遍存在 女性遭受性别歧视往往是因为对女性的传统偏见 也与女性需要生儿育女的社会角色有关 比如认为女性的工作学习能力不如男性 认为女性要生孩子 要休产假 很麻烦等等 虽然有识之士和国际社会已经充分认识到 女性在能力上可以和男性不相上下 甚至更加优秀 而女性生儿育女更是对社会和人类繁衍做出贡献 但在社会生活中 尤其在就业领域 女性还是频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从国际人权案例来看 很多性别歧视和社会保障权利的享有有关 比如上文提到的布洛克斯诉荷兰的案子 荷兰关于失业救济金的法律规定 已婚妇女想要获取救济金的话 必须指明自己是正面包的人 但已婚男性却无需这种证明就可以领取救济金 这项规定就把女性放在了不利地位 因为女性需要照顾家庭 经常选择不就业或者从事非全日职的工作 这样的女性虽然没有经济收入 或只有部分收入 不算是正面包的人 但家务劳动本身也是有经济和社会价值的 没有女性为家庭服务 男性也无法再为正面包 所以这样的规定是不公平的 构成对女性的喜事 在安纳尔特克利诉土耳其一案中 申诉人指控 根据土耳其法律规定 女性在结婚后必须改姓夫姓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此规定 构成性别歧视 因为男性并不需要在婚后改变姓氏 需要说明的是 在很多国家和地区 比如我国的香港 也有很多女性在婚后随夫姓 但这更多的是遵循传统 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 女性可以自由选择 所以并不构成歧视 性骚扰和性别暴力 也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 当然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受害者 也有可能是男性 但更多的是女性 性骚扰和性别暴力的根源 是男性对女性的不尊重 也就是不把女性作为一个 有自由意志的 有尊严的人来对待 因而误化女性 对其进行骚扰或实施暴力 反之 一个尊重女性的男性 是不可能进行性骚扰 或者实施对女性的暴力的 尽管国际人权法 没有给出性骚扰的定义 欧盟指令中的定义 却对正确理解这一概念很有帮助 它认为性骚扰 是指任何不情愿的口头 非口头 及生理上有性特征的行为 这种行为 带有侵犯人的尊严的目的 或者会产生侵犯尊严的效果 因为它会引起令人害怕的 敌对的 可耻的 侮辱性的 或者侵犯性的氛围 宗教信仰自由 本身就是一项基本人权 历史上 不乏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对异教徒的迫害 有宗教歧视 引起了战争 不胜为局 十字军东征 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现代社会 因宗教歧视和不容忍 发展到战争的例子也不少 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 波尔黑塞族对穆斯林族的屠杀 在日常生活中 宗教信仰歧视也很常见 例如 在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 欧顿脑谷等 诉英国一案中 当然 宗教的表达自由并不是绝对的 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限制 一些合理的限制 并不构成宗教歧视 英国规定 自2005年开始 受到移民监督的人 想在英国教堂外结婚 必须向政府申请许可 并交纳295英方的费用 申诉人 是尼日利亚籍难民申请者 结婚双方都是天主教徒 并且他们居住的 北爱尔兰没有英国教堂 他们向政府申请结婚 并免除费用 因为财务困难 但被政府驳回 直到他们借了钱 交了申请费后 才被批准结婚 欧洲人权法院 认为他们的情况 和在英国教会结婚的人对此 英国政府对他们区别对待 没有合理的理由 因而构成了宗教歧视 一个希克教教徒 因为宗教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配戴头巾 由此拒绝按加拿大铁路公司法令的要求 在工作时配戴安全帽 他认为公司对他的这项要求 是基于宗教的歧视 人权事务委员会则认为这项要求 是为了保护员工在工作场所不受伤害 因而具有客观的目的 与合理性 不构成歧视 另外 欧洲人权法院近年来受理了多个 穆斯林妇女头巾案 比如在寇斯等诉土耳其一案中 申诉人指控 禁止女孩在学校配戴头巾的着装规定 是对穆斯林的宗教歧视 因为穆斯林女性戴头巾 是他们信仰的表达 法院认为此规定不构成宗教歧视 因为这项规定是为了保证 学校的中立和世俗化 同时 也是为了避免有此引起的混乱 以及保护他人的宗教信仰不受干涉 这些案例说明 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并且不应应其信仰而受启示 但是信仰的表达却并非绝对不受限制 很多时候 表达自己的信仰的方式 时间和地点 都必须考虑周围其他人的信仰 权利和利益 要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表达自由 就必须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自由 但是2014年 法国颁布法律在公共场所全面禁止遮盖面部 还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论 因为这样的禁令实质上 针对的就是出于宗教原因佩戴面纱 和身着罩袍的穆斯林妇女 2015年 SAS诉法国 就是穆斯林女性 向欧洲人权法院控诉法国政府这项禁令 构成了基于宗教信仰的启示 虽然法国最后慎诉 但由此引起的争论并没有平息 而法国政府越走越远 甚至禁止穆斯林女性 在海滩村的遮盖身体较多的布吉尼 并有警察强制穆斯林女性 当着众多人面脱下布吉尼 这样做的正当性非常值得怀疑 当前 欧美国家因为移民 难民 恐怖主义袭击 经济下法等诸多因素 民粹主义抬头 宽容 平等 自由等基本价值观受到挑战 排外倾向越来越严重 在此背景下出台的面纱禁令 虽然在技术上被欧洲人权法院 多数意见认为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 但其出台的背景和未来发展 非常值得每个人警惕 基于语言的启示 语言通常和民族联系在一起 所以语言启示通常是民族启示的一种表现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启示 在迪尔加特速纳米比亚案中 根据纳米比亚的政策 公务员不能用官方语言 英语之外的语言 回应任何非英语的信件和口头要求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一个国家有规定官方语言的自由 但是禁止公务员用少数民族语言 交流构成的语言启示 尤其是在公务员们 完全可以用这种语言沟通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在欧尔瑟斯等苏克罗地亚案中 只提供吉普赛语言教学 且只能上到八年级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构成启示 但由法官提不同意见 在比利时语言案中 一群学生家长抱怨在比利时 公立学校只提供使用本地语言的教育 导致住在荷兰语区的 说法语家庭的孩子 很难有机会用法语受教育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原因 是因为比利时的每个区 主要使用单一的语言 要求每个语言提供双语教育是不现实的 并且说法语的人 是可以通过上私立学校 接受法语教育 因此不构成语言启示 基于政治观点 党派的启示 政治观点和党派启示 经常发生在就业领域 并且往往涉及政府职位 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受理了多个 针对拉美和非洲国家的 有关政治歧视的案件 在欧里胡拉素秘鲁案中 人权事务委员会就受理了多个 申诉人曾为秘鲁律师协会成员 并担任公务员长达26年 担任议会法律顾问 和在秘鲁人权委员会工作也有5年 但1985年 秘鲁政府更迭 未经任何程序 他被解除了议会法律顾问一职 他诉称 因为自己在政治上反对加西亚总统的政府 他和家人遭到了诽谤和歧视 并且在工作26年后 他在被解雇时 没有得到任何解雇费 人权事务委员会 认为拒绝支付一个 老资格公务员解雇费的做法 构成了政治歧视 欧洲人权法院 也受理过党派歧视的案件 比如 在佛特诉德国案中 一个中小学教师 因为德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 以及参加党派的活动 而被学校解雇 政治观点和党派 也属于一个人信仰 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虽然说这种自由不是绝对的 但在某种情况下 可以受到合法的限制 但一般来说 如果一个人的政治观点或党派 并不影响其工作能力或态度 就不应该因此被解雇 如上文中提到的德国中学教师 如果他没有在教学过程中 对学生进行他的政治理念教育 或者在学校进行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 则他的政治观点和党派活动 属于个人信仰的自由表达范围内 不应影响到他的就业权利 残障和健康状况密切相关 又有所区别 残障和健康状况 都包括身体和精神两个方面 在某种程度上 残障也属于健康状况的一种 但健康状况可以有所变化 比如有所改善 痊愈 或变得更糟 但残障却相对稳定 一般是永久性的 比如聋哑 肢体残障等等 从反歧视的角度来讲 把残障和健康状况分开讨论 也更有利于判断 是否有歧视存在 年龄启示 年龄启示经常发生在就业领域 人到中年的就业者和老年就业者 经常会因年龄失去就业机会 或职业培训和晋升的机会 从雇主的角度讲 更偏向于年轻员工 可能有以下的考虑 年长的员工因为资深 工资比较高 并且不如年轻人学东西快 也不好管理 工作能力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另外 有些对身体条件有特殊要求的职业 比如飞行员 可能对年龄的限制更加严格 而有些服务行业 比如饭店服务员等 则倾向于雇佣年轻漂亮的女性 在很多国家 40多岁的人就业 就会遇到年龄歧视 但在我国 这个年龄段还要提前 很多招聘广告 要求应聘者在35岁或30岁以下 我国的公务员考试 以前只允许35岁以下的人报考 现在放宽到了40岁 很多高校招聘教师 都有明确的年龄要求 很难想象 这些年龄限制 有什么合理的目的 以及必要性 倒是限制了很多 有能力 但年龄偏大的人的工作权利 在一些反歧视制度 比较完善的国家 年龄歧视 会以比较隐蔽的方式存在 但招聘歧视上 不可能明确地规定年龄限制 这么做除非有特殊的理由 否则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说明在我国 年龄歧视是一种制度性歧视 如果说立法者和公众对性别 残障等歧视比较熟悉的话 对年龄歧视的认知度还很低 有的国家设有强制退休年龄 目的是为了避免 基于年龄的歧视 但是从国际人权法角度讲 更多的国家设置了 强制退休的年龄 还是有合理的原因的 比如公众利益 促进就业等 基于健康状况的歧视 在前面讲到残障歧视时 我们已经谈到过健康状况歧视 健康歧视尤其容易发生在就业领域 任何工作都需要从业的 拥有一定程度的健康 和残疾类似 健康状况也会影响 或降低一个人的学习和就业能力 并且 如果一个疾病是纯染性的 还会影响他人健康 所以公众健康和利益 也是一个相关因素 但是一个人是否健康 判断标准是什么 却并没有公认的标准 现在有很多的人处在亚健康状态 这也会影响其工作效率和成绩 另外 健康状况也属于个人隐私的一种 判断是否存在歧视 也需要对各种相关因素 加以仔细的考量 在我国 由于各方的呼吁和努力 国家先后出台了一些 禁止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 和乙肝病原携带者歧视政策 这是很积极的一步 但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 在现实生活中 歧视仍然非常普遍 而对受害者的救济渠道也不通畅 所以相关法律还有待完善 比如在基尤天诉俄罗斯一案中 乌克兰籍申诉人和俄罗斯公民结婚 申请俄罗斯居留许可被拒绝 理由是 其艾滋病毒HIV测试为阳性 欧洲人权法院判决构成基于健康状况的歧视 侵犯了申诉人的享受家庭生活的权利 基于国籍的歧视 从理论上讲 人权应该不分国界 人人都平等地享有权利 由此似乎可以推断 无论是公民还是非公民 都应平等地享有各项人权 但在实践中 由于人权的主要保护者是国家 所以在有些权利的享有上 比如政治权利 并不禁止对外国人的差别待遇 另外 在一些经济社会权利方面 如工作权 社会保障权等等 也允许根据外国人的居住身份 给予区别对待 比如长期居留的外国人 可以享有和公民几乎相同的工作权 而短期居留 或非法移民的工作权 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讲 这些限制有合法的理由 并且在合适的限度内 就不构成国籍歧视 在谷越等人诉法国一案中 涉案的743个塞内加尔的退伍老兵 在塞内加尔于1960年独立前 在法国军队服役 1974年 法国的立法 在退伍费一个方面 给予这些塞内加尔籍老兵 不同于法国老兵的待遇 致使他们退伍费级别被冻结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法国的做法并不构成种族歧视 但构成了国籍歧视 因为给予退伍费的基础是 提供了和法国籍士兵同等的服役 所以国籍并不是差别待遇的充分理由 在欧洲人权法院合并审理的 佛西和塞当诉希腊案中 申诉人均为 叙利亚黎巴嫩双重国籍的难民 他们在希腊得不到大家庭津贴 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希腊籍 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公民 欧洲人权法院指出 必须有非常强的理由 才能基于国籍进行区别对待 有难民身份的外国人 应该平等享有绝大部分公民 享有的权利 欧洲人权法院因此判此案构成歧视 以上只是讨论了一些 国际人权公约列出的 常见的歧视理由 现实生活中 还存在各种各样 其他的歧视理由 这些都被公约涵盖在 其他身份的表述里 比如居住地 性取向 婚姻等等 人权事务委员会 在图兰素澳大利亚一案中 将性取向歧视 解释为性别歧视的一种 但这种解释 有些牵强互惠 不符合人们对性别的一般理解 符合逻辑的解释 应该是性取向 属于其他身份的一种 本案涉及澳大利亚 塔斯玛利亚新法典中 禁止男同性恋行为的规定 委员会认为这种禁止 在享有隐私权上构成了歧视 关于性取向歧视的案例还有很多 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就是 同性恋婚姻的问题 在约瑟琳等人 诉新西兰一案中 申诉人是一对女同性恋者 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多年 而且共同抚养着 从以前婚姻中带来的孩子 他们申请结婚的请求 遭到了拒绝 因为新西兰婚姻法明确规定 只有男人和女人才能结婚 委员会认为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中的婚姻 中的婚姻权利 只保护硬性之间的婚姻 因此新西兰的规定 没有构成在婚姻权利上的启示 欧洲人情法院 也遇到类似的案例 比如在沙尔克 和考博呼诉奥地利一案中 法院认为 是否在法律上承认同性恋婚姻 人在国家的自由裁量范围内 但是考虑了欧洲现有的社会现实 第一次承认生活在一起的同性伴侣 因被认为拥有 欧洲人权公约保护的家庭生活 人权法院最终判决 本案没有针对性取向的歧视 值得一提的是 人权事务委员会 对于约瑟琳一案的决定 是在1999年做出的 而欧洲人权法院 关于沙尔克和考博呼一案的判决 是在2010年 这说明时隔11年 国际人权机构 对于同性恋婚姻的看法 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这与各国对同性恋婚姻的态度 仍然不一致有关 但从后面一个案例来看 至少欧洲人权法院 已经承认家庭的概念 可以包括同性伴侣组成的家庭 虽然这样的家庭在现阶段 还没有获得在法律上 注册为婚姻的权益 户籍也可以归类为其他身份 户籍启示是我国所特有的 也是一种制度性启示 户籍本身并不带有启示的含义 很多国家 都有按居住地管理人口的制度 这也是公共管理的需要 但我国的户籍制度 仍为了把中国公民 从一出生就分为 非农业家庭户和农业家庭户的人口 户口一旦办理就很难再改变身份 如果只是在统计学意义上 根据人们的实际居住地 把人口划分为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 并无不妥 但是我国将所有的社会福利待遇 例如教育 就业 医疗 养老等 都按照副籍来区别对待 城市人口享有更多的权利 更好的资源 这就造成了对农村人口的巨大不公 同时也是对自由迁徙权的侵犯 虽然改革开放以后 农村人口可以向城市流动 但赞助证 上学 购车 买房 和医疗等种种限制 实质上是限制了 人们享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也构成了在享有这些权利上的歧视 并且户籍制度并不仅仅是对农村人口的歧视 也是对所谓外地人的歧视 尤其是对跨城流动的人口 而几个直下市户口的居民享受的特殊待遇 更是对其他地方人口的不公 尤其在教育领域 在我们国家 歧视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比如相貌 身高 血型 年龄 有的是中国特有的 比如户籍歧视 乙肝歧视 其中户籍歧视是一种制度性的歧视 也就是说 被歧视的对象 农村人口或外地人口的户籍特征 并不是与身俱来的 而是制度人为造成的 在我国 歧视可以说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在就业方面 不光在私有领域 公共机构的就业歧视也很严重 比如2004年 被媒体称为 中国以甘骑士第一案的主角 张仙柱告的就是 五虎市人事局 另外 还有很多起反歧视诉讼的被告 都是政府机构或事业单位 但这些诉讼结果 往往不是不予立案 就是败诉 究其原因 首先是无法可依 虽然现法 劳动法里都含有公平不歧视的条款 2007年的就业促进法 更是规定了 劳动者可以上法院 控告歧视的权利 但是这些规定都非常原则 没有操作性 即没有对什么是歧视做界定 也没有明确对歧视如何惩罚 对受害人如何救济 而法院也不愿承担封检 受理这类案子 即便受理 一般也会绕过歧视这个概念 根据其他法律处理 比如说侵权等等 我们了解了歧视是一种区别对待 但并不是所有的区别对待都构成歧视 有些区别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哪些是歧视 哪些是合理的区别对待呢 国际人权法有很多的案例 在判案过程中 联合国的人权监督机构 欧洲人权法院等 逐渐形成了以下四个判断标准 第一 是否有区别对待存在 这是判断歧视的首要条件 第二 被区分人群本身的情况 是否有足够的可比性 比如欧洲人权法院受理的一个案子 凡代尔穆塞尔素比利时案 申诉人认为 比利时法律规定 律师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义务 构成对律师和其他职业相比的歧视 欧洲人权法院认为律师和其他职业的人 没有可比性 因为律师职业很特殊 事关国家的司法制度的顺利运行 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所以不构成歧视 第三 区别对待是否有合理客观的理由 国际劳工组织第111号公约 第一条列举了几个合理客观的理由 工作性质的需要 国家安全或纠偏行动 有些工作由于其性质特殊 会对应聘者有特别要求 比如飞行员会对身体条件有特别的要求 但并不构成健康启示 再比如竞聘演员时 由于角色的要求会特别指定性别 年龄段等等 这也并不构成歧视 由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有些涉及到国家机密的职务 可能只招收公民 这也并不构成对非公民的歧视 而纠偏行动 也就是保护和帮助弱势群体的特别措施 也被认为是歧视 比如上文提到的 我国残障人按比例就业的规定 这个措施的目的是促进残障人就业 是一种针对残障人 这个弱势群体的优惠措施 所以不构成对非残障人的歧视 第四 比例原则 指区别对待的程度 必须和其目的相称 比如刚才提到的 针对残障人的纠偏措施 1.5%的比例 作为一种促进残障人就业的特别措施 可能是相称的 但如果这个比例提高到10% 可能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给雇主造成了不合理的负担 也影响了非残障人的就业机会 当然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尽管如此 有学者指出 有些纠偏措施往往很难实现 而且有被滥用的风险 因此 对于那些被允许区别对待 应十分慎重 并且要严格根据已有的标准进行监督 此外 人权保护的标准总是在不断更新 这种区别对待的合法性 也随着社会和道德观念的改变而有所变化 也就是要与时俱进 比如 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 就常常接受时间的考验 有些是只在保护妇女的措施 也会同时限制妇女就业的选择 甚至导致妇女就业机会的减少 例如 在一些国家 妇女不能从事像采矿一类的工作 中国也是如此规定的 这种措施在欧洲已被认为是过时的做法 是父权思想的体现 因而有些国家保持这种措施的公正性 将会遭到质疑 当然 做出是否构成歧视的判断 必须全面考察这个国家的各种情况 比如目前在中国实施这样的特殊限制 也许并不构成歧视妇女 因为中国现在的国情 使得这样的限制是合理的 平等不歧视原则 在国家层面的实施 包含多个方面 一个总的原则是 国家的实施必须是有效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规定 法律应禁止歧视 并保证所有人得到平等和有效的保护 这一条不仅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而且还要求法律的平等保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要求法律的平等实施 也就是说 法官和行政人员 应该对每一个人以同样的方式适用法律 而法律的平等保护 则要求法律本身的平等 包括消极的国家义务 及法律本身不含有歧视性内容 以及积极的国家义务 及立法机构应制定专门的法律 来禁止歧视 并提供有效的反歧视保护 这些原则的具体实施 可以通过对国家人权义务的三个层次 加以分析而得到进一步阐明 即尊重、保护和实现三个层次 尊重的义务要求 国家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及法律的平等实施 也要求国家实现 法律的平等保护的消极层面 及避免歧视性的法律 保护的义务 要求国家实施 法律的平等保护的积极层面 及制定专门的法律 来禁止来自非国家方面的歧视 实现的义务 则要求国家采取积极措施 提供有效的反歧视保护 例如采取 针对弱势群体的 胡平或优惠政策 尊重的义务 要求国家 避免制定歧视性的法律和政策 或采取歧视性的行动 当然这项义务也包括 废除现有的歧视性的法律或政策 尊重的义务 属于一种较低层次的义务 是国家最起码应该做到的 要求并不高 它主要是一些消极的义务 即要求国家不作为 本身不实施歧视行为 具体来说 国家应保证立法机构 行政机关 以及法院等司法机构 都遵守平等不歧视原则 并平等的适用法律 比如说 在宪法里 应该含有平等不歧视的总原则 以及男女平等等原则 国家还应该废除 现存的歧视性的法律和制度 尤其是哪些影响弱势群体 获得平等权利的法律条款和政策 例如 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 就对希腊取消限制女性进入警校学习的配额制度 表示欢迎 这种配额制度影响了女性的平等就业权 属于性别歧视 另外 在就业领域 国家也可能以雇主的身份出现 政府机关 国有企业等公共机构的雇用 人事管理 解雇等行为都属于国家行为 也必须遵守平等不歧视原则 任何歧视行为都属于对国家尊重义务的违反 以我国为例 尊重的义务要求我国首先要消除制度性歧视 例如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聘 用人过程中不应该再有歧视行为 比如规定户籍 年龄 性别等 另外 还需要改革男女不同年龄退休的规定 我国还应该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 将其变成一个主要以人口统计和管理为目的的政策 而不是以控制人口自由迁徙为目的的 从而造成不同户籍的公民之间权力的不平等 当然 户籍制度实施了几十年 很多制度 比如教育 财政等制度都与户籍挂钩 改革不可能一出而就 彻底取消也许更不现实 但国家有义务不断努力 尽可能快地消除户籍导致的歧视 保护的义务 要求国家积极采取有效的手段 来保护个人不受第三方的歧视 这就对国家有了比尊重更高一层的要求 属于一种积极的义务 它要求国家有所作为 积极采取措施来保护个人免于来自他人的歧视 其中法律措施也是一项必须的保护手段 至于什么样的法律手段才符合国际人选法的要求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制定一部全面有效的反歧视法可以是一个好办法 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必须的 法律手段必须是有效的 仅仅听着在纸上的反歧视条款 是不符合人权法的要求的 比如国际劳工组织专家委员会就指出 一般性的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够的 宪法劳动法和其他专门法律都应该明确的规定 在任何领域就业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 并且明确禁止任何理由的歧视 另外虽然国际人权法没有强制性的要求国家 必须制定专门的反歧视法 但是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监督机构 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建议国家制定一部反歧视法 并且这样的反歧视法应该具有尽可能康泛的适用范围 必须能够包括所有歧视的理由 例如年龄歧视 对艾滋病犯者或者病毒携带者的歧视等等 由此可以推断 如果一个国家的歧视现象非常普遍 而现有法律中的反歧视条款 无法有效禁止和惩罚歧视行为 那么出台一部专门的反歧视法 就可能成为一项必须的国家义务 除了出台一部一般性的反歧视法以外 国家可能还需要制定一些针对性的反歧视法 来保护一些特定的群体 比如妇女 儿童 残疾人 艾滋病犯者或病毒携带者 很多国家 比如美国就有专门的反残疾歧视法和反就业歧视法 我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和残疾人保障法 虽然与反歧视有关 但是这些法律中并不包括歧视的定义 这未在现实中减少和消除歧视带来实际困难 为此 中国多次受到联合国人权保护机构的质疑 近年来 我国有很多专家和民间组织 都致力于推动专门的反歧视法 或者反就业歧视法的出台 有的甚至向人大提交了专家一件一稿 但是就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立法机关还没有这方面的立法规划 歧视 尤其是就业歧视 是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 浙江大学毕业生 周一超在公务员招录考试中 受到乙干歧视后 愤然举刀杀人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 不是每个受歧视的人 都会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 但是 追求正义和公平 是人类的自然的诉求 正所谓 不患寡 患不君 这个君子不光指财富利益 还指机会君等 如果一个人本来可以找到一份想要的工作 却因为歧视失去了这个机会 他会感到愤怒 如果再没有救济途径 没有可以讨个说法的地方 那么这种愤怒就会升级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需要就业的人口的绝对数量是很大的 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大群愤怒的人 就不能说这是个小问题 而司法救济能起到一个社会减压法的作用 可以安抚遭到不公平对待的人 可以尽快出台一步 操作性强的反歧视法 是非常有必要的 制定反歧视的法律只是第一步 如何确保法律有效的实施更为关键 也是比较困难的环节 有效的执法要求坚持法治和良好治理的不懈努力 当然 制定反歧视的法律只是第一步 如何确保法律有效的实施更为关键 也是比较困难的环节 首先 有效的实施依赖于法律本身的完善 法律必须能提供有效的救济渠道 国家应当建立救济的合适场所 比如法庭 仲裁庭 或者行政机构 让所有人都平等地进入 包括最穷困和最边缘化的弱势群体 其次 负责法律实施的机构 包括行政机关 法院等 必须能够充分理解相关法律 并勤勉和公正的实施法律 对此 国家有义务让法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 熟悉国际反歧视法的标准 这意味着对法官 仲裁员 或相关从业人员的反歧视培训 是一个重要甚至是必须的环节 第三 国家的充分监督也很重要 联合国人权监督机构 建议国家可以通过建立合适的机构 比如监察专员 或者平等机会委员会 来鼓励和监督私人部门的反歧视 比如监察专员或者平等 比如监察专员或者平等机会委员会 来鼓励和监督私人部门的反歧视 歧视行为是人们观念的反应 而一个人的观念的形成 和其所接受的教育 信息以及宣传密切相关 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告知 白人是优秀人种 其他有色人种都是低烈的人种 那他很难不成为白人至上如意者 所以宣传和教育对反歧视非常重要 因此国家反歧视的法律 还应对某些鼓吹种族歧视和仇恨的言论 和活动加以限制和惩罚 比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0条规定 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 应以法律加以禁止 任何鼓吹民族 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 构成煽动歧视 敌视或暴行者 因以法律加以禁止 这一条文的产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国家社会主义 纳粹主义有关 他禁止煽动种族或宗教仇恨 但并没有禁止鼓动 针对其他群体的暴力 比如针对妇女 政治团体或同性恋者等等 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公约四条 也有类似的内容 并且设置了更为具体的要求 例如 其中第二款要求陈云国 宣布提倡和煽动种族歧视的组织为非法 并确认参加此等组织的活动 为犯罪行为 但是 消除一切形式 种族歧视公约的这一要求 被一些国家 主要是西方国家 认为限制了言论自由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 与他们国家的宪法相抵触 所有有些国家 比如美国 没有批准该公约 有一些则对这一条做了保留 不论国际法到底要求国家如何惩罚这些鼓吹行为 比如是否要求从刑法上加以禁止 比较明确的是 国家有义务去限制和禁止 那些明目张胆地宣传歧视的言论和行为 因为言论自由并不是绝对的权利 国家为了合法的目的 可以对言论自由加以适当的限制 当然这种限制必须符合一些条件 一 这种限制必须是由法律规定的 二 必须服务于合法的目的 保护他人的权利和声誉 国家安全 公共秩序 或公共卫生和道德 三 所有的限制为达到以上合法目的所必要 从某种程度上讲 宣传歧视的公共言论 可以构成对被歧视群体的一种骚扰 比如在著名的弗利森素法国案中 一位法国大学教授 因为否认存在纳粹毒气室而被判有罪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由于申诉人的言论具有引起或加强反犹主义情绪的性质 因此施加这种限制是为了尊重犹太社群 使他们在生活中无需恐惧反犹主义的氛围 实际上 法国为保护犹太族群 免受第三方歧视所尽的国家义务 当然需要强调国家在进行必要限制时 要考虑所有相关因素 尽力平衡平等不歧视原则 和言论自由权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 比如当歧视性言论的受众只是很小的人群 而且也没有鼓吹对被歧视群体实施暴力 那么也许批评警告就可以了 如果是大规模的歧视宣传 比如利用互联网 电台等大众传媒 并对被歧视群体进行威胁恐吓等 那么就可能需要适用情势出发 实现的义务 要求国家采取行动 使每个人都能享有实质性的平等权利 这个层次的义务 对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它需要国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积极采取措施 进行长期努力与歧视作斗争 并特别关注弱势群体的需求 必要是采取一些纠正措施等 但是也必须充分认识到 歧视是人性的一个弱点 要完全消除歧视是不可能的 就像要完全消除违法和犯罪 是不可能的一样 我们所能做的也是有限度的 从国家义务的角度来讲 国家要做到的 就是尽一切可能来禁止和惩罚歧视 把歧视降低到最可能的程度 这是一个可以永远为之努力的目标 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措施 就是提高公众 对平等不歧视原则的认知程度 这包括对公众进行反歧视的宣传教育 这种教育可以从学龄儿童开始 在义务教育阶段 就进行反歧视的教育 因为一个人的价值观 在幼儿时期就慢慢开始形成 所以从小教育很重要 另外 反歧视也是一项比较技术性的工作 需要有专门的知识 国家应该对特定群体 如法律专业人士 教师 雇主 工会领导等 进行有关反歧视的专门培训 为了履行这一义务 国家必须首先做好调查研究 充分了解受歧视群体的状况 这样就需要政府做好统计工作 掌握各种数据 在我国 统计数据往往不够细分 导致研究者 不能充分了解一个群体的情况 比如要了解残障人 受到就业歧视的情况 就必须有残障种类 年龄 民族 性别 受教育程度 行业 地区等等各种细化的数据 可以说这些统计数据 是制定有效政策的必要前提 而根据准确的统计数据 可以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比如建立专门针对残障人的 就业服务机构 和提供就业培训等等 纠偏行动在英文里是 反向歧视或平权措施 纠偏行动是指针对弱势群体 所遭受的传统道德 结构性的歧视 所采取的临时性的特别措施 目的是纠正其历史上 受到的不平等对待 促进实质性的平等 国际劳工组织第159号公约 第四条关于残障人 职业康复和就业指出 旨在为残障人有效地提供 更多就业机会的措施 不属于对其他非残障劳动者的歧视 妇女权利公约第四条也规定 为了促进男女实质平等的 短期特别措施 不属于歧视 2006年 残障人权利公约第五四条 同样规定 为了促进残障人的 实质平等的特别措施 不属于歧视 为了保证弱势群体就业的 平权举措的合法性 也被人权委员会的判例所肯定 纠偏行动对于某些弱势群体 甚至是必须的 缺少这类措施 在某些具体情况下 会导致对国际人权公约的违反 当然这些措施 必须是临时性的 国家应在实施过程中 经常审查这些措施的必要性 一旦所要矫正的歧视已经不存在 那么就应该停止实施 这类措施虽然会造成对实施群体 和其他群体的区别对待 但只要目的合法 并在合理的范围内 就不构成歧视 比如常见的配额制度 例如规定女性干部比例 或黑人入学比例 虽然人们对此过多争议 但很多情况下 这是一个会产生 直接矫正效果的措施 所以一般不被认为是歧视 配额制度只是纠正措施的一种 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措施 比如在斯大拉扩斯达诉乌拉圭议案中 申诉人指控乌拉圭 在1985年制定的一项法律 规定那些在军事独裁统治期间 因意识形态 政治或工会等原因被解职的公务员 可以优先获取公职 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 该法律是一个恢复性措施 不能被看作是针对其他申请人的歧视 而是为了实现这些独裁统治的 受害者的实质性平等 另外国家应该建立相关的监督机制 阶段性地审查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并做出必要的修正 在我国 残障人就业保障金制度 就可以说是一个矫正性措施 并且它是建立在配额制度 也就是残障人按比例就业制度基础上的 但是这个制度实施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残障人的失业率仍然大大高于非残障人 很多用人单位 宁愿交纳残障人保障金 也不愿雇佣雇佣残障人 而国家对此并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 虽然国家给予雇佣一定比例残障人的企业 很大的税收优惠 但有些企业并不真正让残障人工作 只是给他们发放一些生活费 却由此获得国家税收优惠 国家对此应该尽快地出台改革方案 思考题 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权利吗 这种自由是否包括宣扬种族歧视 暴力 战争等自由 国家应如何处理平等不歧视原则 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花时间观看本课程 感谢您的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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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